identify 算是很直覺的一個動作 就是在工具列上 看到這個 i 這個 i 點一下 點一下之後你的滑鼠的右邊就會多一個 i 然後呢你在空間上看到 你想要點擊的 feature 就把它點下去 它就會跑出一個 identify 你會發現說 你會發現說你找到了東西 不一定是你要的 有時候會不一定是你要的 取決於你這個 identify from 哪裡 這個方法是可以選的 假設我要特定查某一個東西的話 我就可以指定圖層 這個其實是可以指定的 或是你全部的圖層都要做查詢的話 你也可以按 all layers 如果你點 all layers 在重複的點畫面的時候 因為我只有 做一次性的 query 就點一下這個動作 它會找比較久的原因是 它要找不同的圖層 然後它的內容 它都要把它撈出來 所以我會稍微久一點 所以我會稍微久一點 它連lensate的影像它都找 點出來之後你會發現說 欸 喔 沒有顯示的它也會直接插詢 有沒有 像 武大洲的 ndbi的 我點的那個位置 還有 world image的 它也抓到了 還有一個 world image的 band 不同的數字的 它也有抓到 這是它抓出來的 所以你 identify 的時候 如果你有特定的目標 你可以選 特定的圖層 這樣子的話 你在 identify 的時候會比較快 那 如果你不確定你 query 的過程中 你可能要全部顯示 那你就選 all layers 差別在這邊 接下來就是 你 identify 之後可以做什麼 Identify 之後 你可以對你選到的這個圖針 按右鍵 你可以 Flash它 閃一下 Flash 閃一下 Run 2 或是Pen 2 或是把它選起來 或不要選 這都可以 那另外還有幾個動作 像 hyperlink 你要 add 一個 hyperlink 你要 add 一個 hyperlink 你可以給 url 或是一個檔案的 link 都可以 這個是在 學案裡面都可以做的 或者是把它設定成一個 boommark create boommark 按下去之後呢 它會自動幫你把那個名字 有沒有 直接帶進到 boommark裡面 那你就不用特別再給名稱 它會直接以那個 主要的欄位 來當作 顯示的名稱 大概這樣可以做這些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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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作